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报道呢 已经成功的控制了疫情 北京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复工复产 与此同时呢 美欧等西方国家仍在疫情中苦苦挣扎 那么两相比较 许多中国人无比自信的认为 说美国为首的西方颓势一线 中国崛起为世界老大的趋势 已经势不可打 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 对于美中两国各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疫情过后呢 全球经济政治及国际关系将会出现一个大改组 那么美中两国谁的国运将走到尽头呢 我们今天就邀请旅美政论作家邓语文先生来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 邓先生你好 邓先生您的文章呢 主要呢 是从发展趋势的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的这个分析考察 中国的国运 我拜读之后呢 总体上我有这样一个感觉 我跟邓先生说一下 就是说您的文章认为这个疫情呢 几乎造成了全球的经济这个停摆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同样都遭到了重创 但是中国的处境更为不利 因为和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呢 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向发达国家迈进 疫情过后呢 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能会被打乱 甚至被迫终止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疫情对于中国国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那么邓先生 我这样理解对吗 你这样理解是把握了我这个文章的这个精髓 确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基督局刚刚所谈到的就是说 美国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 他们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但是中国还在处在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爬坡阶段 按理来说 这个按照中共的这样一个规划到现代化初步建成的话 要是要到2030年 还有十多年的时间才能这个初步建成 那全面建议是到2050年了 所以从这个疫情本身那么对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就刚才我讲的从经济层面来说 中国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GDP下跌了 百分之六点 当然对于这个四度里面还有 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质疑 因为它也普遍的给你们预想的好像是要更好一点 当时很多人预想中国经济一季都要下跌百分之二十 不管下跌多少吧 就是按照经济学家的一般计算 比如讲中国今年要实践所谓的两个一本年的第一个一本年的目标 全面建议小康社会的目标 全面脱贫 那么全面建议小康经济学家的预测就是说 GDP的增长是要达到百分之六 至少是达到百分之五点八 五点六 不能低这个数字 低五点六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从一季度来看 从二季度来看 二季度可能比一季度要好一点 当然估计也好不了多少 减去一季度的负增长的 6.8的这样一个 那全年增长水平也就是3点 乐观的估计也就是3.2 第二三个一件就是说 不能实际上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喜乐 对人民的喜乐 我们暂点不说布兰斯的这个喜乐会对中共本身带着什么冲击影响 而就从这个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它肯定就会拖延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印度来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什么一件对中共国民的影响不是说将会影响 而是已经提升出来了 那么您还提出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明一样的中国经济 还有一个制度成本 那么这个明一样的中国经济和制度成本呢 就使得中国比其他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这个 现代化的进程 那么而就在这个时候疫情来了 所以时间节点上可能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 那么邓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的这个没一样的这个这个经济发展是讲的这先是跟这个西方 跟日本韩国等等一个对比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百分之四十年时间 强大百分之四十年的时间的经济增长 百分之八到九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 放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尽有的 我看到美国的医生历史 他们当年美国十八世纪这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六十年代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 它当然它都是一个阶段性的 每一个阶段性的也不过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然后就从这个日本韩国来看 它那个也有高速增长 但是这个高速增长的那个时间也就是二十年以内 通缉量一般就是十五年左右 也发现十多年这样一个阶段 但是人家都已经从这个阶段已经经济起飞了 进入了发达国家 无论从这个总量还是从GDP 还是从邻居收入等等可知病收入 各个方面都已经进入了这个发达国家的行列 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体量 强大四十年增长 虽然总量已经上去了 我们讲现在是世界经济老二 但是从这个邻居来算 无论从邻居GDP 还是从邻居收入来算 从邻居GDP来算 去年是刚达到官方宣布的是一万美元 这个一万美元刚好 高上所谓中上等的水平 全球平均的中上等的水平 那么从邻居可知病收入来算 就更不行了 当然就是说这里面有人口的 中国人口太多的这个因素 但是进入我的文章里面讲的 这个从人口密度来说 有很多国家就超过了中国的人口密度 人家的经济增长也比中国低 但是人均水平比中国高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就用我们现代的西方通行的 这样一个经济学者 一个一般的经济学者的常识理论 是无法解释中国正确增长的 那么这样为什么强大高 强大40年的高速增长 世界上绝无只有的这样一个 高速增长现场 中国全进不了 进入不了现代化 那必要是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提及了所谓制度成本的问题 那么并把这个制度成本 建议为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腐败 一个就是说庞大的维稳开支 维稳经费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对外支援的问题 当然对外支援可能有一次 我这个文章发表上有不同的意见 他说就相对于中国的对外源自 相对于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验来的 其实不是太多 这个有争议 还有有一个就是说 以这个高铁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 超长的这个制度设施 包括这个军费 这些这几方面呢 其实沉淀了 沉淀了大部分的中国的这个 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沉淀在这几个方面 如果特别是腐败 我们都讲 如果说比如讲从军事来说 有些人讲 为了保卫国家案件 需要这么一个这个军事水平 这个可以讨论 刚才上了这个对外原度也是可以讨论的 就把这两解不算 灭露不算的话 那么从前面三方面 比如讲腐败 腐败的成本 加上这个 这个超成的基督生成本 加上这个维稳的经费 这三个方面 前一阶段我们讲 中国很多人都讲 对中国的维稳经费 也超过经费 然后把这三个方面 如果说是有一个 它一个好的制度下 而且说它一个民主 自由的这么一个制度下 它就能够把这个成本 大大的控制 大大的缩小 可以把它返反给民众 这样的话 中国其实早就失败了 好的 那么这是制度成本 疫情过后 这个人们预计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 出现全球去中国化 这个全球化中止 以及与中国经济脱钩 这样一个趋势 其实现在我们或多或少的 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 我来请教邓先生 疫情过后 您预计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中国的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国际 发展环境 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 这个疫情过后 中国在面临一个敌意的 一个国际战略环境 地缘政治环境 这类的敌意 不单是包括这个西方国际 也包括这个部分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的敌意 就是说我们刚才就是 就谈到的 这个索赔 就可以看出这点来 这个索赔的话 这个西方国家 民间都已经 这个语情都已经很强烈了 那么我们就包括非西方国家 传统上跟中国友好的 像伊朗 缅甸 以利润亚等等 非洲一些国家 虽然就是 对中国这个传统上友好的国家 他们 他们的政府 不大可能会提出 上中国索别 但是民间的行动 反映了部分民意 对中国的态度的这个卷辩 所以说在这种敌意的 这种环境中 中国未来的这个道路 我觉得会 省得更加艰难 包括你刚才说到的 这个去中国化的问题 去中国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从企业层面 可能不大容易发生 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 这种脱高 特别是美国的 全面脱高 现在是完全是 不但是有可能 还是已经是部分地在实践了 印度来说 在处于这样一种战略环境中 如果说走错了的话 那就是真的是 这个脉上深渊了 万劫不复 那么最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国运 这个问题上 那么综合 经济 政治和国际关系 等多方面的因素 请您呢 做一个发展趋势方面的 这样一个判断 就是说疫情过后 这个疫情过后的这个世界呢 对谁最为不利 美中 谁的国运 走到了尽头 这个问题 很难用一句话来说 是谁的 这个国运 到了尽头的问题 我觉得对美中来说 都不利 这里面当然有 程度的差异的问题 这个世界来说是一个 我个人预计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 无领导者的一个 多执法的世界 无领导者 也就是说 美国也不可能 再是这个世界上的 一个领导者了 我们可能就 包括这个西方啊 包括西方的其他国家 对美国的 可能这种私利感 也会进一步强化 因为他们说的美国 其实也是靠不住的 那么中国受的 就中国的 更不用讲了 就我刚才讲的 它是面对的是一个 敌意的一个世界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话 你找错了一步 领导人的角色 找错了一步的话 那肯定对这个国家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迈上了深渊 印度来说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美中都要有一个 好的领导人 才能避免对各自 国运的打击 好的 我们感谢邓语文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的采访 谢谢您邓先生 好 谢谢大家 好 今天时事大家谈 就到这里 嘉宾的言论 只代表他个人的 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